但是全台现在居然有81所学校 上传的资料全都遗失了 波及到了7000多名的学生 这也让学生和家长 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因为这些资料准备上是花了很多时间 国教署证实是因为厂商在系统更新之后 发现少数硬碟设定失误 也造成部分档案没办法连接 委托厂商是济南大学团队 国教署也强调了会就责 并且强化备份机制 不过对于受害学生来说 这资料要重打相当的耗时费工 学校发通知要学生检查自己的学习历程档案 因为国教署机房发生异常 部分学生上传的档案损坏甚至被消失 台中旅中有女学生就很紧张 在电脑前仔细检查 只剩下几天的时间应该是赶布 学生越想越担心 家长炸锅心急如焚 周六急着狂扣学校关心 因为学习历程档案对高中职生来说 是升大学的重要依据 每个人的学习历程都不同 作品也不同 如果没有备份就等着重打 我几乎是全部都移时 用手机也下载不下 造成我蛮大的困扰 就是我要准备学册 然后我还要再花额外的时间 去弄那些学习历程 国教署证实 全台有81所学校 7854名学生 共25210笔资料都不见 台中旅中和台中高工 都是受害学校之一 不管有没有回损 其实学生心理一定都受到相当的影响 国教署说 上传系统是委托 激南大学团队处理 他们在系统更新后 发现少数硬碟设定失误 造成部分档案没有办法连结 将依契约规定追究厂商的责任 目前正在积极的处理当中 国教署强调会就责 而激南大学则表示 团队正全力救援硬碟资料当中 但档案能不能救成 能救回多少 对学生来说都已经造成 莫大的心理压力 记者徐玉文 曾伟想 王世涵 台中南投采访报道